在夜晚的星光中漫步分享彼此 或是在双流森林游乐区与大自然的对话中寻找自我 这些人文适配营设计的课程 让年轻世代看到生命的多样面貌 行走思考的课程 每一次的行走既是思考也是对话 在彼此的对话跟思考中 慢慢的会把很多的自己敞开来 然后也跟这个大自然有更多深层的呼应 自己也是要成为教育界的一份子的准大一心 然后呢偶然看到有这个营队活动 就让我觉得很心动 因为这个活动是以偏向教育为主軸去进行的 所以呢让身为偏向出身的我也很感兴趣 透过在不同层域的一个情境 然后会带来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那平常在教室就是固态的就是设备 但是呢双流中有风声水声跟虫鸣鸟叫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情境会激发大家更多的 肝管体验 然后呢会有更多更充沛的想象空间 进入偏向实际走访 了解当地教育的需求 或是观看偏向教育者纪录片的故事 民众大学设计的人文师培营 以人文师学为精神号召 透过召唤当则和开创的内孩 唤醒想从事教育工作者的初衷 让未来的老师们了解 其实在偏向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可能就是一个陪本 可能就是在我们每次的相遇里面 我们愿意而且我们可能 很努力的让孩子找到自己 时代在变 因材施教或是寓教娱乐 让孩子能快乐学习 是教育工作者不断的学习力冲 民众大学表示 科技部计划推动的人文师培营 期许参与学员怀抱热情关怀的教育梦想 一起成为更好的未来教师 新航亚开电视李娟荣 台湾亭东采访报道